我回国了 这次带父母出去玩一玩 大家知道我前段时间拍了视频 这一次终于回来了 这时隔差不多有不到一年 八个月九个月的时间 我们家这个机场比较小 所以从我们老家到机场要两个小时 刚才还走错路了 结果路上挺担心的 但是最后还是很顺利 妈打个招呼 我们一家三口进城了 我们老家这个机场很小 这个整个后级大厅就这么大 有点像火车站一样 这个是通话的三元浦机场 在我们东北 其实除了这个大城市以外 机场都挺不方便的 你像我们这个老家的小机场 每天只有一趟航班去这个北京的 原来还有去上海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停了 所以这次只能从北京再转到上海 所以把时间又给增加了 其实这次回国 主要目的也是带我父母提前热热身 因为后面他们要跟我去意大利的话 坐飞机也是很远的 12个小时大家看一下 这次让他们坐飞机超过7个8个小时 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后面也是为提前做个准备 这次我们马上就要到 咱们国内周边的国家了 然后也不是直接去意大利 所以大家很多视频里面的朋友已经猜到了 你们猜到是哪里了吧 然后我会把这个视频整体记录起来 我们先到上海待一段时间 真的老家这个机场真是太小了 你们眼睛能触打的地方就这么大 机场外边就不给大家拍了 那个没法拍 妈开心吗 开心 开心吗 开心 累吧 不累 我坐中间 其实中间的位置挺不舒服的 但是让他俩坐左右两边照顾老人吧 到北京呢 我们一家 在这边也不坐停留 我们一家三口的箱子都一模一样的 特别搞笑 北京还是那个北京 我梦想启航的地方 但是已经物是人废了 这个城市看着又熟悉又陌生 看看给我父母累的 我们早上起来三星岛四点半就起来了 起来现在出发到北京 中午还要再等四个小时 然后再坐飞机到上海 这一路相当值得等 我这现在饿了 在这坐着吃点东西 吃点东西 这我也不能饿着 父母也不能饿着 我妈喝了一个大酱汤 我爸一个海鲜豆腐汤 我也一样 别说这机场的伙食还挺好 大家看 这三套饭还是在机场里面 然后花了人民币178块钱 我吃的饱饱的 我是没问题 父母吃的应该吃饱了 合成欧元的话也就20多块钱 不到20欧元 大家想一想 如果在欧洲的话 尤其是在就生根里面 这20欧元去吃饭的话 吃不着什么东西 咱就别说欧洲机场了 更贵 这在国内吃的饱饱的 吃的还挺好的 上哪还方便 饭也吃完了 在这等着去上海的飞机 妈累不累今天 不累 喝点茶水 我妈其实身体 有时候有一些小毛病 但是平时也运动的比较少 但这次你出来是不是 感觉不累 感觉不累 对 我也不知道真假 反正我妈说感觉不累 你感觉累 喝上咖啡了 喝杯红茶 红茶 行 歇着 我爸去拿东西去吧 来了 爸你微笑一下 对 每次拍你的时候 那个脸 特别特别的猛 你看 我爹还躺上了 舒服不 舒不舒服 完全就不想打理我了 好好享受去吧 这次带他们出来玩 我爸今天早晨几点才睡 两点多才睡 四点半就起来 睡了两个多小时 他这年龄 我们出发了 别说 这机场的小车还有点意思 行李帮你拖上了 在里边走 比行人的速度稍微快那么一点 坐上面挺有感觉的 终于又回到上海了 我从老家 早晨四点半起来 五点多出发 现在已经是下午 哪是下午了 晚上六点了 中途转了北京 就到上海 大家想一想 咱们中国有多大 这一趟太难了 而且都是飞机 还这么长时间 看我爸 在这坐着挺潇洒的 爸 妈 累不累 不累 妈 累不累 不累 不累就行 我看你今天比以前都有斗志 心情好 行 我们终于到酒店了 看看 我给父母盯的这个地方 可以直接看到东方明珠 就看到东方明珠 真近 对 就像这一样 再看旁边这个楼 都上明彩力了 亚洲第一高 插到云彩里了 咱们其实已经很高了 往下看 对 东方明珠晚上灯亮了 就舒服了 看 真漂亮 我得带他们吃完饭了 你们现在看到的时间 是吃完饭了 让我父亲看 能不能找到自己房间 行了 好 镜头一转 回到房间里 我觉得这个房间最值的 我觉得应该带父母来看一看的 就是这个东方明珠 又来了这个视角了 但是这个灯光很璀璨啊 刚才跟我父亲 我两个人喝了一瓶红酒 我现在有点晕了 坐在大堂里面冷静一下 然后再去办我的事 不行 在里面坐着 感觉特别孤独的感 就是孤独的感觉 然后我上门口待一会儿 这一出来 上海的夜景 真的不错 其实我给我父母选的这个酒店 我特别满意 大家听风有多大 这小房一吹 我现在感觉有点上劲啊 聊聊就是这次回国给我的感受啊 上次我回国的时候 没有来上海 然后这次回国呢 我也没有直接到北京 直接到上海了 因为这边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然后到上海以后 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 完全改变了我以前 对上海的这种认知啊 我再记得八年以前来上海 都是出差 出差也没有逛什么地方 也没有仔细看 脑子里一直是工作的事情 对吧 住在酒店里面 然后去工作 工作完直接回到北京 以前我认为北京 是国内比较好的一个城市 而且我在那边也 大家听到我视频里说了 说我梦想起航的地方 有很多的故事吧 也经常有一些外国朋友 来到中国以后呢 跟我说啊 上海很好 但是我一直告诉他们 北京很好 这也是个人的主观的感觉 风有点大啊 但是这次我回国以后 到上海落地 然后这次又带父母来到上海 其实给我感觉 上海的包容性真的很强 当然北京的包容性很强 这两个东西给我个人的感觉 仅代表我个人啊 北京我现在又熟悉又陌生 也可能因为我经历的故事啊 这些事情太多了 最终给我一个 我一直是很喜欢北京的 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又认识他 我又看到那个城市 我又感到伤心 又感觉到很多人已经不在那里 那里了 曾经很多的起点在那 无畏杂陈吧 那城市依然是棒的 上海呢 没有接触过 来到这儿 让我感觉到很多的 以前片面的觉得不包容 我觉得这城市很包容 也很不激化啊 而且城市的建设啊 什么的 跟北京 不能说哪个好吧 不一样 所以这次选择来上海 驻留一下 然后带父母从上海起航 去到别的国家 玩一玩 老生常谈 大家也别觉得我磨叽 趁着年轻 父母还能走 就是大家都年轻的时候 多带父母走一走 很多的事情 我也一直在考虑 别给自己留下那些遗憾 虽然现在 在留言区里边 有很多的朋友留言 我成熟了 希望你成熟了 不像以前了 在意大利的农村里面 然后也有很多朋友说 你堕落了 跑到国外了 其实这些东西 都不是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 这个追求的路上 都是坎坷的 但最后呢 只有你自己的家 这个世界上 只有自己的父母 当然了 你的妻子 你的爱人 一定要好好爱他 因为将来你的孩子的父母 也是你们 父母是你这一辈子 最值得托付的人 最值得去照顾的人 所以尽我个人的能力 带他们多走走 多看看 然后我也祝福 镜头前面的你们 家庭 一定要幸福 然后自己的父母 一定要身体健康 也希望你们 都能多带父母 走一走 行了 关注我的视频 然后 我带父母的旅游的行程 都给你们记录下来 我们要去泰国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